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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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我们是 新萌高中的校友 一开始我以为大学生活是会很轻松的 然后就是可能每天都会跑去夜冲啊夜唱 但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系上所学的东西 当成未来成长的养分 在大学生活的时候 我觉得差异最大的就是交友圈方面 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大群比较多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 就算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个体 所以要好好充实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大学还蛮重要的是沟通跟团队合作 那这些可以透过你系上的作业 还有团体报告来达成 那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是生活治理 因为很多人在家里可能就是 爸爸妈妈会帮你扫地、拖地、洗碗、洗衣服之类的 那到大学之后呢 我觉得我建议可以透过住宿来训练自己这些能力 然后我是觉得大学的时候要先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再长那个目标前进的话 大学的时候我会比较充实一点 那我觉得大学这部分的话 不用说太拘谨在课业这上面 因为时间上是比较弹性的 所以我在没有课的时间 我是有去打工 那我觉得打工的话 增加了很多自己的社会理念 对陌生人也好 或者是对自己的表达方面也好 增加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跟经验这样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想要让大学生活再丰富一些的话 欢迎你到大学之后 然后可以多参与一些社长活动 丰富你的大学生活 以上就是我们几位对大学生活的经验分享 那也预祝大家就是 之后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那今天就这样咯 拜拜